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第九景区17号发生的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 目前也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22人死亡 38人受伤 而当天早些时候阿东部帕尔万省举行的一场总统竞选集会活动 也遭到炸弹袭击 已造成30人死亡 42人受伤 塔利班宣布制造了这两起袭击事件 据阿富汗内政部消息 当地时间17号中午时分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一栋隶属于阿国防部的大楼外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据了解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也位于袭击地点附近 现场目击者告诉记者 事发时现场人流密集 实际伤亡人数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数字更高 这是17号当天阿富汗发生的第二起造成重大伤亡的袭击事件 当天早些时候 阿东部帕尔万省举行的一场总统竞选集会活动 遭炸弹袭击 据报道 这次集会是由现任总统加尼的竞选办公室举办的 加尼及其竞选伙伴 副总统候选人萨利赫也在集会现场 他们未在爆炸中受伤 接下来 入口 ASH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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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